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终于你给我机会 我今天准备了半天了 给你猜个灯笔 就是在英雄联盟当中最想长大的英雄是哪一个 最想长大 那一定是库当里的纳尔 本纳尔 不是 是牛头 因为牛头球长 烂死了 好的 那我们回到的第二场 对上RW对上苏宁的比赛 我们小小的调节一下气氛 因为现场有选手的一个更换 有更换 是 而且希望苏宁 能从上一场的比赛快速调整一下自己的状态 就是英雄联盟电影机可能会越来越发展 未来S20都有可能 对吧 那它今年的一个做法就是 我保持了一个稳定的下路线 我在LDL找到了无忌 这个我觉得可行的AD 然后配上我们有指挥能力的一个气压队长以后 上中也就是一个良性的一个轮体 就是因为可能我在赛前我还甚至有想要 是不是发个微信问牛排 但后来想想算了 因为我就会说 你为什么明明客观的数据面告诉你 上场的是孔明才会赢 为什么你要上华田 但是你看今天华田第一把就拿到ADP 你好像对华田有偏见 就是说他还是给到 所有上中也的位置的所有选手 有一个对等的机会 我觉得这是正确的 因为光光从数据上来看 其实我跟季德的想法是一样的 从之前华田包括他用刀妹 辛德拉杰斯压索 效果都不是很好 一场都没有胜利过 但这一场他证明了自己 对 可以看到一个换位的一个情况 这一场是 是下场了 下场了 上了骇客 这把上来 要想办法连追2分 就说在这种情况下 就说RW这个赛季 它就不是分奴 对吧 它就是分数代表来说重要 他们想不想影响 但他们有一个更远的目标 就是他们要在这个赛季里面 想办法有足够的历练 给到这些新人 然后导出一个稳定的对立 你这么说真的是有道理 从宏观来讲的话 让每一个新人队友去上场 能磨练出一套 最适合他们的一个阵容 是 因为说 你说传统体育里面 我们常常会听到 就说不管是NBA 或者是足球里面 都有那种 可能这个赛季 那个队伍它就是 比较属于是 在练兵的那个阶段 对 它可能未来是未来一年 或两年后的赛季里面 去冲击一个冠军 因为电子肌肌里面 最重要的还是冠军 长久之计 是 那这把Hike上场 看一下苏宁能不能追分 因为上一把的中也确实在 我觉得是BP到了最后一步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调整不了了 因为留的一个空缺 是一个上单位 上一把只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把上单的英雄 从赛季里面去选择 另外一个打二加特的英雄 但是这样会有几个缺点 就是它有可能让苏宁的阵容 团战不好打 但是优点就是它能让 当下半步不能打的时候 它有一条上路线的去发挥 是 这一场Hike上场之后 上一场我们看到 威威她前期遭到了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针对 我们之前有说到过 Hike她参与的医学率 是整个LP要打野中最高的 所以说她上场之后 能不能配合上中路的Meple 在前期打出中野的一个节奏 然后辐射到下路 让老贼在双人路打出优势 就是很关键了 因为上一场比赛可以看到 虽然说老贼对线上 捕刀是有优势 然后那一波的帮助之后 打出了一些节奏 但是因为整个团队 在开团上面出现了一些失误 导致她发挥的空间不是特别大 是 那当然这场 除了我们刚刚上一局 在BP画面的时候说的 这除了是Meple 跟瑟瑟的牛排 牛排教练在LPO的第一次 场上相遇以外 同时也是司马老贼对吧 对上钱东佳 钱东佳 正好都恩怨在里面 是 这一局为什么 虽然战绩上面 大家一看 可能绝对不是特别的精彩 但我觉得第一局 所有人对RW已经是 有另外一种看法了 就看第二局 到底今天是苏宁 能把比赛拉到决胜局 还是RW可以2比0 去击败掉一个 因为大家要知道 今年我们只有单循环 对 单循环因为着什么呢 就前八名的队伍 尤其是前四名的队伍 每一小分 可能最后都是天堂跟地狱 因为一二名 在季后赛的赛程里面 一二名是直接保送到 就打一轮进决赛 它是有一个冒炮赛的赛制 好的 我们进入到BP 是 说了这么多 马上进入到这场比赛 两边是没有发生 换边的一个情况 因为苏宁是选择 继续来在了红色方 编位大改了 右边的苏宁有红色方的 他刚刚上一把 是变成蛇女跟垂石 这把换成了卢西安跟阿拉夫 就把上一把对方 两个手落的英雄全按了 所以说卢西安这个东西 还是不能放 但是RW的半位 还是像之前记得所说的 这个剑魔 剑魔阿卡利 然后自己再带一手左翼 对 左翼现在应该到了9.3以后 会是T1中的 就T1级别了 因为几个中单都被削得比较多 那当然9.2已经削了 加里奥的一个法强了 所以加里奥可能 我们看到比较多 开始摆在辅助位的一个使用 苏宁这边也不跟你们 花里胡哨的 我上路也不想怎么 红色方康德卫了 厄加特就拿下来 强势英雄拿下来 老老实实的 对 第二首选择立方组 这也是Meple最近出场率 最高的一个英雄了 是 有可能第三首直接选个达野 我双人组就放最后了 看下 其实我觉得老贼的双人组 放最后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两边的AD 对比下来的话 张无忌他不是用 没有用过AP英雄 对对对 但是老贼用了很多很多英雄 维克托蛇女 直接都玩过 所以说我觉得老贼的英雄 老贼死哥对吧 去年周期赛 大家都还记得 对 老贼这个选手是 完全不用担心 是 手冰雄都会 华田 手感来了 塔姆也是抢掉 让我辛德拉好发挥 塔姆一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双人组 RW这前三首没有太大的毛病 这一局就看 无忌的一哲瑞 能不能发挥中期的爆炸X的效果 果然选择了打野位 而且是一个 进攻性比较强的打野位 小心 紫龙 对面有叫赵云的 但是紫龙在我方 是的 我拿到了你的赵子龙 那现在可惜赵云 现在这个赵姓不能打上单 也不是不行 但就说不好用 要不然就可以看到赵云完赵姓了 对吧 看一下 看一下后驻卫班人的话 苏宁这边是选择封锁 对面的打野位置 对吧 盲森奥拉夫吧 我觉得 看一下RW 如果真要按 还是把卡莎跟 他按辅助 我会认为按AD比较好 因为辅助卫可供选择的英雄比较多 但他可能认为垂时还是OP 先把垂时按掉 第一垂时OP 第二我们今天聊到那个话题 就是老贼的这个AD位置 你按完 你按AD还有AP 第二就说 我们刚在9点3 我在赛前提到的就是 在LCK慢慢开始热门起来的 复仇之矛 加上垂时的暗影倒组合 是非常好打 伊哲瑞尔加上塔姆的 这个组合打野来 就杀你塔姆 布隆 另外一边 不按掉 他不按奥拉夫 选择按了一手 赛恩 到法复了 到法复了 老贼的维克托 AD路 维克托 那看打什么辅助 因为塔姆已经是被 AW给拿走了 另外一手保护的布隆也没有 这估计有可能是个牛头 有可能是这个 你说的吗 爱长 想长大的英雄 想长大的英雄 好看一下AW 来了 赵云 赵云选择贾克斯 这一局就是我上一局期待看到狼型的 就是 就是我没有想到 会是在蓝色方AW拿到的这个贾克斯 因为你看之前的比赛 就我开锤嘛 对 狼型用到的分代英雄很多 包括像阿鱼 船长贾克斯他都用到了 是 比较适合狼型的感觉他的风格 但是这一把赵云选到贾克斯之后 能不能打出分代效果很关键 然后先手是赵云 是虚竹的一个皇子 苏妮最后补牛头 也没有太多的辅助可以选了 这可知 因为维克托配卵斧是一个 爆炸烂的组合 所以大家可以 很奇怪 不要问我为什么 问就是会爆炸烂 这一手要配一个奶妈吗 奶妈之前其实舍舍是有用到过 奶妈的话 就是他是想迎现的 他是欺负塔姆的英雄 就是说奶妈是一个 就是也可以拿来打塔姆的英雄 很好打塔姆 因为塔姆是很难很难 就你玩塔姆就知道 你很难躲奶妈Q Q技能 他Q技能可以很无赖地 一直消耗你 苏妮的双人组也不认手 那这一局好看的点 第一是上一局 厄加特打赛恩 这一局苏妮把赛恩给按了 所以赵云掏了一个武器大师 然后第二就说中野 现在上了海可 是冰女跟赵姓 这个中野组合 跟对方的中野组合 打起来就 结果就不像上一把 比较容易预知 上一场因为奥拉夫 那个英雄的存在 会让冰女加盲森 这个组合很尴尬 这局两边的中野都有机会 以及双人组这一场 看到了维克托加奶妈 这种我们很少看到的 一个组合 来下路面对一个 我们可以说是在9.2版本 哪怕到了9.3版本 都会很热门的 伊哲瑞尔跟塔姆 因为这是一个万金流的组合 这个组合可以说 对线上非常无赖 你对面不论再强的强开 他们两个都能完美化解 所以说能不能老贼加上舍舍 选择这样的上路 在对线疯狂地消耗 打出对线的优势 就可以说是一个打野倾向性 特别低的组合吧 就是一个不需要队友 去投资资源的一个组合 因为这一局毕竟选了武器 所以这把前期皇子 大概率是要去帮助这个武器的 就看这一把武器怎么说 因为为什么我刚刚还有提到这个 之后的版本 有可能单代英雄要出来的更多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知道9.3版本的AD装备大改动 有一个朔吉之毛 就是极限散机里面 大家应该用过这个道具 但效果不同 它就是取 就现在版本的细烂刀 在9.3版本 细烂刀重置了 它把细烂刀 回到这个朔吉之毛手上 这个朔吉之毛给到 不管是上单的锐纹 或者是剑击 或者是武器大师的东西 一些AD的战士 对 它会比细烂刀 因为它的合成是带一个 燃烧宝石的 这个东西会比起 现代版本的细烂刀 更适合上单 更适合这些上单的斗士 这些战士英雄 你会说 记得你别胡说 为什么要 为什么要不出个那个 战锤比较好 但是你相信我 燃烧宝石的合成 是更适合某些英雄 他需要点一点点小血量 对 更平滑一些小剑 三项出来的第二剑 他可以直接开始去 往缩提之毛去走 好的 那伴随着我们的 梅塞德斯奔驰 马上进入到 我们的召唤师峡谷当中 进入到RW和苏尼的 第二场对决 好的 大家辛苦了 也是比赛依旧非常的精彩 大家为自己喜欢的队伍加油 是的 也是感谢所有的粉丝 元宵杰来现场看比赛 但我觉得LPO的比赛 现在每一场都不得错过 因为下课上的比赛一直出现 虽然我们刚刚已经得知资讯 老干爹是以1比2 最后是撼抚于方普拉斯 但也是把方普拉斯 给逼到了一个1比2嘛 也有把他们逼到绝境上 是 看这话是天赋 这边苏尼的双人路 双爱狸 就是前面我们说的嘛 对线上想疯狂地进行一个消耗 恶心理的组合 终极恶心 然后上路的征服者 来打一个偏肉的厄加特 没有太大的一个问题 这把塔姆是 7R是带了一个起风的秘机 看他来怎么做使用 从认造型 我们也看过很多了 在阵容强度比上面 然后上校是联恶 支持了RW 上校可能也跟我们一样 有一个支持弱者的心 好呆吧 不是说RW一定比较弱 而是说战绩上面比较 比较差 从前面的数据来说嘛 对吧 但是上一场比赛 我觉得RW是完全的证明了自己 反正上校知道 今天不是瓦米解说 就很开心 没有人调侃他 毕竟我们的资历不够老 是不能怼上校的 看一下前期的对线 上一局 其实华田的对线 前三期就打得非常的不错 早早的把Meple的第一个鸡 给逼出来 骇客上场之后的效果 看一下两击直接 一血王来了 抓下 一血王来了 全要比较 沉默这边能禁锢到吗 逼出闪现 这一下的 李承涵 我的天哪 果然是一血王 一血吃鸡 想吃肯德鸡 跟着骇客走 哇 这一波又是一个 直接拿下一血 有骇客的地方 就有我们的优惠圈 这波很 他很清楚 就是要杀这个塔姆 而且SoulArt这波的一技能 就封得非常非常的漂亮 先沉默 然后最后那个边缘的位置禁锢 给到了维克托 艾莉 利柔系带 绝对专注 风暴聚集 带了一个血之之位 跟这个吸血的猎手 应该是贪欲猎手 骇客一上场 整个节奏的感觉就不一样 他是这边 我来反一下F6 我感觉老贼都不觉得 这个人头拿到了 很稳 虽然交了一个闪现 但是把骑牙的双招 跟人头都给拿到 苏宁这一波 骇客的二级更可奇效 而且这样可以 频繁地在下路压 下路疯狂地 进行血线的消耗 与此同时兵线进来 还可以磨防御塔 这个第一层的杜层 已经要赚到了 而且这个组合最恶心的地方 就是你在塔下补刀都很难受 你在塔下都可能 存在被消耗的一个情况 是 他不是能怨你 但是他能让你的 张无忌贼难受 这 没办法 无忌最怕的就是漂亮的女人 SOR就拿了这个 奶妈 你确很漂亮 真的是太难受了 而且现在奇压这个塔姆 待会有可能 闪现美好的时候被套餐 这个眼看到了 这个眼看到了 这个眼还是放的 比较有先见之明的 因为毕竟知道 骇客在自己的下面附近 塔姆吞一下 塔姆要赶紧吞 这无忌贼被打出重刃 有可能就要被硬杀了 因为赵姆现在是还有闪的 这波奇压 这波奇压 奇压一个人 越有踢有踢 无忌有踢 他在塔下等一则二有踢过来 等张教育回来 很多人其实 其实很多玩家他们对奶妈 会有一个曲解 觉得奶妈是一个很 对现在没什么样子 或者说会有点 那是以前的奶妈 妹子玩很混的一个英雄 但其实不是 奶妈现在很吃技术 你Q不到人就是一个垃圾 就是不足Q的奶妈 不叫奶妈 而且你奶妈 很多人觉得 他在AD身后其实不是的 他一定要上面去消耗的 是的 焦卓绝对专注 这跟刚刚Smart的代法是差不多 只是腹系上面选择不同 一个是C 这一波EQ挑起 杀了 没六 这波很漂亮 终于也取得优势 嗨克打得好凶 他知道化田的蓝号 只够打一个Q 所以这波是直接闪现比闪现 他身上其实是没有Buff的 他这波 我感觉虚竹都稍微 怂了那么一丢丢 因为虚竹的血量 刚刚其实还有大概六七成 一个没有红的造性 他其实就是从了那三下打完 这一波中断了一下回程 而且帮中路推一波线 导致化田这波虽然没有蓝 大家必须要在中路吃这个线 那这样Maple就放出来了 中野去下半野的一波入侵 看有没有机会 不得不说今天化田这个新德拉 是有备而来 先看一下这波 应该是两个爆裂球果 直接过来 有没有看到虚竹 看到了 赶紧交EQ 直接留 这一波下路兵线也推进来了 四个人如果是被留到了 其实很难走 这波虚竹是必要下来打个卡的 他也知道他下来就帮不了 但是他不下来 这两个人就 下路这两个人就没了 他下来就是 我来这边免死金牌 免死归免死 但是还是有个问题 这个塔皮一层一层的被吃了 双人路经济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但就是好险是有这个T 7加7 也是回家起风密集 换了一个T过来 就是好歹对面这个打野对吧 也是我们德邦三兄弟 赶紧就是 我是这个皇子对吧 四四命令里 这波刀下留人 枪下留人 不能捅我下路 要不然下路那波必死 就刚刚那一波是因为那个视野 那个死甲虫下面没视野 要不然那波其实 Maple是可以一闪W 那那个皇子应该人就没了 因为皇子刚刚也是没闪现 这一波利桑卓中路 推了一波线之后再往上靠 给到了上路信号的想动赵云 赵云应该已经感觉到了 赵云身上应该还有一个眼 被背了 尖销闪现再Q眼 这波闪现跟大招拉回来 那没了 他被背到 而且这波有点呼 如果说我觉得 这队友已经给信号了 在狼行要背他之前 提前交闪现Q 他其实直接闪现Q眼 对 闪现Q是可以走的 就不要等看到Maple在交 就想操作一下 没办法 谁叫我们赵紫龙一声是胆 那这波 胆疾太大死了 就他觉得我还能走位 要是我把这个气给扭掉了呢 是的 还是有操作空间的 觉得 玩武器的人都有一个小操作的心 对吧 想修的心 目前来看 苏宁的上下两路是 有一个对线上的优势的 上路的刚才是刚刚中 但是你近眼一看发现 推线的过程中 老贼露的刀露的比较多 我刚刚才 你不是我还没有注意到 的确是 有点多了 是 我刚刚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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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抱歉 这个打自己脸 他是这个公之庄 他是绝食流 他是恶意露刀的 不是恶意 就是 故意的露刀 他要先把眼石出出来 这个就是因为 我们9.2版本 但是9.3的乐修 已经在LPO的比赛服特定上架了 哦 乐修 所以现在 对 只有1500嘛 内友队友你的公之庄才能 蓝公之庄打人才有钱 所以现在只剩下下路可以绝食 我记得毛哥 长毛老师昨天解说的时候 也提到这个点 就现在只剩下下路的ADC 可以做这个 就是拿一个眼石的作用 待会回来 没有闪现的贾克斯 先后Q进来拉开身段 他可能位置比较靠后接不上 就这样的话 好处就是待会儿苏宁的眼位 会多一个眼石 这波要直接强杀Mapol 一技能过来 伤害差了一点 这波主要是有余震 Mapol也知道这波有余震 血量是满的 对 而且Mapol自己也是出水银鞋的 上路想直播强杀 但是板击风暴晕到了 第二波进去 第二波呢 比线这么多 虽然蓝号不够 但应该平A就完事了 还交一个闪线 这么暴躁的吗 感觉没必要了 他 我感觉 除非他这波交闪只有一个理由 就是他觉得 对方的打野已经到右侧河道 就已经到河道右边了 他才去交闪杀 要不然跳延走 其实应该也是追得到 但是你可以看到 下面河道有一个针眼是看到了 打野的动向的 要不然就是说 他想要赶紧杀了这个人 过来推这个塔 反正闪现是会好的 人头 反正闪现是必拿的 早用早滴滴 赶紧把这个塔给磨掉 那这样的话 上路武器权出来的价值 就有点低了 这一局其实 问题点出在哪里 就这一局的问题点是出在 苏宁的下路线拿出这样的组合 给到RW很大的压力 逼迫着虚足 早早地要下来 就去保 变成是武器在上路孤立无援 然后武器第一波 没有选择 直接交闪Q以后 连锁效应 又被套餐一波 造成了就是 现在两颗人头的落后 那可以说这个武器 基本上要有15到20分钟 他不在这个游戏里面 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说 我们会鼓励武器打 二加特这种选择 但是为什么他很少见 因为战队是分奴 战队要的是胜利 这种打法是高风险 你还不一定能说他高报处 你的这句话合适吗 战队是分奴 战队的确实是为了胜利 跟大家平常打算 分奴不一定是个贬义词 对不对 那我们当然不希望一个联赛 没有队伍 就队伍都不是分奴 那队伍一定要是分奴 打比赛一定要有可想胜利的心 刚刚看双人路对线真的是好难受 就是两个绝食性的布补刀 我都在想这个司马老贼 控制得住自己吗 能不能带行窃预造了 我都在想 因为对面是有行窃预造的 所以导播如果把我们切下经济面板 依着瑞尔现在的经济 应该还是高过于司马老贼 已经合成了 已经出来了 第一 一千多 因为有杜城 我忘了算杜城 抱歉 打自己脸 三层的杜城加上去 就如果他这局你先想看 他带的是行窃预造 那他的经济 现在起不必要领先对方一个洪水晶 当然他不一定有机会平A啦 所以还是 带个这个艾黎 主要没有艾黎刚一血就没了 所以这个艾黎还是很重要 他现在应该是少了 少了40刀 然后经济是领先的 然后 然后恶心的地方待会就要来了 待会RW可能有人打着打着 这个中路的画田 你就看到一个0-0-1 他就出现赏金了 但是这个效益因为只有一个人在绝食 所以不是那么的强 然后另外还是提醒观众啊 这个赏金 普刀赏金的计算是不计算打野的啊 所以就算我们再怎么看到恶心的比赛 应该不会有五个宫之桩 大招换大招 旁边有黄子 这位置不敢上了 不敢上 嗨克在旁边啊 这位置上去就 EQ都错不到 嗨克在旁边直接一个星月守卫 好 上来 闪现头大招打一波伤害 一个W捅到一丝血 黄子这时候过来 EQ直接盖大招 一个奇压 一个单轮车过来 无忌是呢 收下了一个人头 无忌是没有选择坐车 是选择利用TP乾坤大农仪前往中路 但是这一波上路的狼型 能不能拿到一些塔 应该是可以拿的 是 这波奇压跟无忌也是 看到中野打得火热 下路反正我也 守不住这座塔 不如过来打打架 拿了一颗人头 对于依泽瑞尔来说还是挺舒服 哇 感觉要吃 没有没有 还只有 这一波冰 快没冰线太远了 但下一波进来 这个14分钟前掉两座边塔 这对于 任何一个队伍来说 都是梦寐以求的前15分钟 就应该说前14分钟 是满肚层啊 两路的满肚层 一座塔现在 在14分钟前推掉这个钱太多了 等于太多个人头 就现在苏宁等于什么 10比2的人头 就差不多这个意思 诶 吃到了 还要给斯马老杰单吃吗 没有没有 这个收阿走的是不够远的 想让塔再吃掉个兵 等一下 这一局虽然 RW的中野 对抗性上面没有输那么多 但边线两条线 现在是对不了线了 我们来看一下上路是 诶 有单杀吗 一技能背到 哇 那单杀了 吃了一个Q 然后没有走位 扭掉 不得不说狼型的对线 还是有点东西 他一直在抓那个武器 补刀的那一个时间 而且武器是有一个节奏感的英雄 对吧 大家应该都玩过 就是动动啪 动动啪 然后会玩的武器 尤其是我在玩 你在干嘛 打炮车的时候 我一定会动动 然后等一下 一边打一边BBOX 要去打那个炮车 他刚刚都是要 一下那个炮车的时候 被衣了 然后人就没了 其实狼型的这个优势也是 队友给到一些给予的帮助 包括是亥克福和中路 Maple的一个支援 这个也是他们整个团队 其实想到的一点 不能让赵云在项目过得太过于舒服 他这手贾克斯 绝对是不能给他发育的空间的 这贾克斯现在很难受 他现在连二级鞋都没办法出 身上的一级鞋还是免费的 还是优惠劝买的 海克拿一个峡谷先锋 你想想看 这是14分钟前 两座满渡城的边塔 还没有用峡谷先锋 这个优势是比天高 就比RW上一把的优势 这把舒宁在前级制造的更多 而且他们这局有两个岩石 在视野上面是天生的比RW了 就来得好 就这局没办法 毕竟舒宁现在是在争前四的队友 先来看一下上路这波抓人 前鞋你追对我 还是要深厉害狼心 这波要强杀 应该是没有队友过来支援 那应该是卖了 这波塔姆的车身来支援 为了稳定塔姆过来舔一口 还吃到了住宫 这一波还是给了温暖 赵云很开心 子龙这波非常非常的开心 是个大人头 是 这六百块的赏金 立马给到武器 这武器至少 争取了五分钟的发育时间 他可以提早五分钟做人 不就成型 做人感觉很过分 做人你也太过分了吧 不是 武器没有装备 是打不了 奶妈一口大 救了一下 也是塔姆吞一下 规避一下 维克托的伤害 这奶妈奶很大的 她还有两口奶呢 她身上有口救赎 然后还有一个治疗没有用 你是什么意思 就 不是 我不是暗示你 你在我旁边说这种话 他五千锋叫出来 直接撞中路 这波知道你上路交技能了 这波很难去防守了 而且中路的话 华田也是 状态比较残 而且大招已经用掉了 不能对苏宁造成太大的威胁 是 但是右边现在点塔 不是特别的快 这波防御塔的血量 应该还够撑 打了一下眼睛 这个提皮绕后了 提皮绕后但是没有用啊 旁边三个睁眼 就像三个门神一样 洞察到贾克斯的位置 就苏宁现在这个进攻 你就知道她 她现在这个什么 中路线这个圆弧上面 是一整圈眼 一整圈眼就形成一个 保护伞一样的保护针 我觉得两个眼神 是我能忍受的极限了 再多眼神 这个比赛看不下去 因为优势方就跟开图在打 是没有什么两样 就密密麻麻的地图上面 都是眼 而且不止恶心的是两个眼神 恶心的是他们每一波出门 每人都还带睁眼 你看到刚刚那一波 贾克斯TP绕后的位置 是被两个睁眼所看到的 是 就现在河道RW是不能轻易过的 而且这个装备 就以前我们说打眼出眼神 对吧 还要花的钱还比现在多 应该是少一点点 但是现在的眼神会额外地赚钱 以前的眼神不会 所以你算一算 等于这个眼神花的钱比以前少 是赚的 就我昨天在睡觉的时候还在想 我还是想要开发盲生带圣物之盾的打法 但是国服玩家要注意了 有可能白金分段的朋友就要排到我了 我一直觉得 我在圣物之盾 然后我就去线上把圣物之盾用完 我把我的痘痘消光 我就去继续打眼 你把你身上痘痘消光继续打眼 对吧 因为盲生如果有这个眼神 是不是很牛 就我可以各种回旋提摸眼对吧 就当然我还没有试验过 可是其实最重要你刚刚说的这段话 是为了突然出 连睡觉都在满脑子想英雄联盟 不是我昨天是真的睡觉的时候 在想这件事情 在想说有没有可能 打野谁能出工资装 建议给既得加工资好吧 对 我觉得还是扣工资吧 我怕今天国服玩家遇到我的人 都要 都要举报我了 好了好了 这一波苏宁又发起了一波攻势 先用E技能劝退一下对面 RW的特意的话 画田在旁边 想找机会吗 但是他已经被消耗了 这正面 左边现在是不能开的 因为现在武器刚有了三项 他赶紧出第二间 应该是直接上血手了 如果他面对的现在苏宁的一个前压 但这段时间其实RW处理得不错 最大的就是把600块赏金赚回来 经济的差距其实没有因为这个中路外塔陷落而拉大 而且他这段时间里面 以着瑞尔的一个发育也是稳住了 以着瑞尔这把是出三项的 当然可能有些观众没有看EDG打RNG的那场比赛 也要提起说以着瑞尔的玩家 这个女神类出完一定等她进化成魔切 再出大天使 因为这个东西我也去查了 其实拳头没有做任何的解释 就说到底为什么这个城市码里面 但是如果你同时身上有大天使跟有魔宗 那一定会先进化成至天使之杖 这个是城市码设定的 我自己开了至定义也刷了一下水滴 就是无论如何他都是先进化大天使之杖 那原有只能问拳头了 大家可以写信去问问看拳头总部 所以要非常小心这种问题 千万不要合作 一般情况下我们没有那么有钱 就是可以摩切还没出来 然后就直接出一个大天使 一般啦 一般依着瑞尔的玩家 没有那么有钱 那天iBoy确实是比较有钱 结果就出了一件大事 我相信他一辈子应该都会记得这个 因为那一把真的太少了 那现在看苏宁怎么中期扩大优势 龙的属性两场比赛都不是特别优吧 杀了很温和吧 但是可以看到苏宁现在 虽然说正面上只是给到兵线压力 但是从视野上可以看到局面上 RW现在非常非常的难受 他不敢进入到自己的下半野区 苏宁把下半野的视野布得满满的 你的大招消耗一下血线 那是只打到奶妈呀 其实我想了一下 苏宁这个阵容他就是不打 他不打野区在他只打线上 他靠两个眼时把所有我进攻的位置 旁边的视野全部点亮 然后我正面就靠两个攻之桩 攻之桩点塔有额外伤害加成 虽然我是一个AP维克托 但是我点塔的速度也不慢 我还是能点 他一波兵一波兵消耗着 就内塔可能都要被平推 就这个局面下面 就看他们的攻势给得多猛烈 因为RW应该会再发育到武器有两件套 皇子下一件装备歧视之日出来 伊泽瑞友现在已经有了摩切 回家补个水 补个法穿 其实RW是可以在塔前开的 就看但苏宁怎么去想 当然如果没开好的话 RW的团是很难打 因为对方毕竟有救护车 所以还是要先把这个奶妈给处理掉 死掉 下条是土龙 苏宁终于看到了自己喜欢的龙属性 但我觉得他们这场 其实打男爵不是那么好的选择 因为打男爵的速度不够快 他们这个阵型打男爵是真的慢 而且他们也是在红色方 龙坑位置对他们并不是有优势 所以说矮琪是不用打大龙 我就像前面记得所说的 他们先用视野进行布扣 然后就拿他们的一个消耗的一个模式吧 去推进就可以了 有一种获胜方法叫做Siege 对吧 就是推进 推 就是我们所说的Poke阵的典型引法 就是推进 靠正面推去获取胜利 他不一定是要把团打起 他只需要消耗对方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因为苏宁这边的三手TP 他们完全可以选择三路一起去平推 视野只要布扣好 不要被抓就没有太大的问题 奶妈像这种救护车的全地图的大招 还可以给到分带的一些 如果被抓的一个支援 一个保护 苏宁的强势期马上要来了 他现在上路的厄加特 十将鬼 石板甲 已经准备到手 然后中路Maple准备补出鬼输 然后老贼可以准备掏三级核心 配合他二级的一个混乱风暴 这段时间正面打起来的话 左边不是没有一战之力 但是左边的龙错女敌 他一定要开得到 开得非常好 刚刚看到华田 之前上一把的辛德拉推到谁 就感觉伤害非常高 直接给大招 但是因为蛇蛇 一直站在老贼身旁 给予的这个帮助和温暖 他就完全推到之后 消耗都不想消耗了 而这奶妈会站得 比较猥琐的位置 不会让辛德拉 就留到先手的 因为辛德拉现在最想要的就是 推到奶妈一波秒掉 那这样的话RW会在那一波时间看 因为RW这段时间 其实我觉得他也没有想要打团 你从武器的装备选择 他第二件是要走聚久 他没有第二件上打团装 他应该是想要再大一阵子 因为RW应该也会认为 苏宁这个阵容 打大龙的速度不是特别的快 而且土龙也是下一条龙才是土龙 所以他们选择再跟苏宁拖一段子 他们也发育一下 两边可能暂时都不会打起来 那现在的上校发话了 上校在这个场面 暂时忍静下来的时候 说出了他的预测 上校说完 谁支持 谁反对 所以怎么看 7乘2 要7乘1 7乘其实有点太多了 如果说能给RW一个喘息的机会的话 RW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 毕竟他们其实正面开团 还是比较猛的 虽然说前面苏宁可以通过3TP去单代 但是别忘了 其他是一手塔姆 塔姆的支援速度 也是非常快 如果能抓到一个边线也是机会 看一下这一波 想抓一下单代点 赵云 背到了 而且舍舌在旁边 先给上一个沉默 这波不是一打一 救护车已经赶到 救护车在旁边 一个带着救护车 赵云说这不公平 赵子龙将军决定 也是且战且走 这波赶紧打爆炼球果 这波赶紧打爆炼球果 能吞多余时间是多余时间 看到了冰爪 知道自己要吃到禁锢 那应该是无路可逃 把他飞离墙边 赵云最终成为了Maple的冰雕 这波边带线上面还是没办法 再波一打一我还真的说不准 贾克斯是有操作空间的 但他看到那一口绿奶 冒在了俄加特身上的时候 应该就知道 新娘了 没了 怎么自己带的位置 还是稍微趋浅的 主要 苏宁现在的视野很好 就是他这波抓下 对方的红区有一个控制守卫 有一个假眼 这两个位置只要一看到 他就知道对方的中野 有没有往下靠 顶多他不知道塔姆 有没有开车带人过了 其实这也是赵云自己 在下路单带的一个情况的问题 就是他这时候贾克斯 在下路单带 就是从他的视野来看的话 他们下半也是黑的 贾克斯还是有一个问题 他在那个节奏游戏的过程当中 他就会不小心带得太深 就贾克斯玩家 已经都有这个毛病 他那个洞洞大 真的太舒服了 带着带着就进去了 对 带着带着 就发现周遭没有队友了 然后对方就来抓他 然后人就没了 但是其实现在 我认为七成 七成应该是考虑到了 二加特这个点 但我觉得七成也偏高 因为现在经济的差距 其实真的没有想象中的大 对于RW来说是有得打的 但问题点是这个武器 它离自己的强势器 就要打团的时期 还有一段时间 他的出装 现在打团 其实不是特别的合适 他的入场会导致自己快速被秒 他也切不死人 除非说队友RW这边 辛德拉推到 或者是皇子先手到蛇蛇 这个位置 能把奶妈给秒了 他聚久血手出来 应该就 要血手 挺强的 他那一段时间出来的时候 其实能扛挺久 他现在坦度不够 绝对不能入场 但这把他其实有个缺点 因为他对线厄加特 他没有出水银区 他没有出水银区 他后面 你说他后面去补一个水银 试带好像也 有点奇怪 就是要到第四键 才能去走水银弯刀了 我觉得已经有点太后面了 因为他现在进来 他吃到 他会吃到一堆的控制 让他其实很难贴到后盘 冰女的一个 冰女就是一个 他跃不过去的一个障碍 然后他还要被击飞 可能还要被 太沉默了 造性给扫出来 看吧 我觉得RW现在 还不到了一个 主动球团的一个时间 两边现在僵住了 苏宁也没有继续的 其实我觉得苏宁 可以拔拔下路内塔 下路那座塔 我觉得是能拔的 现在还是老问题 没有视野 马上比赛到30分钟 前面有说这边 控制上的一个问题 如果说 推掉了 如果说 这挤压掉了 利桑佐 W定住的话 这一套控制combo 是吃得死死的 包括维克多的立场 奶妈的沉默 想追接 给上大招 但是塔姆在旁边 可以保护一下 徐竹也是吃了 Mapple落地的一个大招 在TP绕后的位置 想切谁 想找奶妈 还是切蛇蛇 不敢切了 另外一边 奇亚也是被狼行 逼出了自己的一个闪现 这波赵云一个人进来 好险有反击风暴 全身而退 那这样的话 RW是 双C是一个半血左右 但苏宁你看 这波B团的效果是一般 虽然刚刚狼行切来的位置 算不错 但赵云的TP 也是吸引了苏宁后排的一个注意 那这样的话 苏宁要打龙吗 有一条土龙的一个加持 再B 但打的速度 还可以 一半 直接选择踢到三角草 这一波就是想骚扰苏宁 这边打龙的一个节奏 看他这边团战 没有推到人 王子的EQ要连打招灌住 这个位置有立场 进场的赵云 直接被立场给控住 司马老天拿下人头 兵女再一个W进场 控到了奇亚 奇亚这边感觉走不掉了 海可对他猛戳 剩下一丝血 最后闪现海可拿下人头 这时候看到虚竹在左侧 一个EQ走掉以后 狼行过来一技能想追化田 但应该过身了 被队友叫了回来 回头再打龙 苏宁这波 苏宁这波处理得好好 你可以看到他在龙坑 大招顶在那里还有狼行 两个人往那里一战 所有的伤害 其实要不拿来前排上 要不就打在招心的大招外 苏宁这波是有可能说 我们先看完后续的大龙团 现在三打五的局面 Mapples出来直接要控皇子 皇子EQ的脸已经交了 一技能没有推到 大龙血量只有2000多点血 直接一个大招 无忌先偷掉了SOART 无忌还在想办法拯救世界 三杀了 大龙现在最后这边 皇子给抢掉了 4杀 Pentakio 将无忌九阳神功修炼 哇 这波已经成功了 九阳神功修炼完了以后 直接拿下一波S 拿下一波S 同时还拿到了大龙Buff 大龙被虚主给抢走了 我的天哪 这一波RW的节奏 直接拉满 前面说到Cashions 给到70%的一个胜率 通过这一波大龙团战打完之后 其实现在RW可以把经济 直接反超非常多了 上校少算了无忌的神功啊 天哪 哇 这一波其实 Israel的伤害是拉满了 我们待会看一下回方 她先是用一个大招 把奶妈在那个龙坑位置给拉死了 因为奶妈在这种团里面 她一定是血量最低的人 因为她从头到尾都在给奶 她给别人加血嘛 那游戏打成这样一波翻回来了 苏宁其实是透过了 刚刚那一波我想说是 那个位置武器其实打得不好 上一波我们先看这一波 先看这一波 这一波是Maple的一个出来用 自己的闪现W先手 但是无奈的是 哇 伤害啊 龙也在打呀 龙不单是RW的这一波反击 大龙也在反击啊 而且 他 无忌是先偷掉一个 然后往前压 这个时候Hiker面临一个抉择 就是他血量不够斩杀掉这个男角 但他也撑不住了 所以他选择出来把自己的血量卖光 他出来导致他先被秒掉以后 在龙坑里面的人没有一个惩戒 然后最后是虚足闪现进去 皇子惩戒掉这个男角 就是我全都要 RW拿了团灭 拿了大龙 一把把游戏给搬回来了 就刚刚那个位置我想说的是 赵云那个位置不应该进去 就是皇子那波有大 皇子盖了那个爱口以后 应该那个竞技场里面不要有人 那个竞技场里面应该是让 伊德瑞尔跟希德拉在上方打虚出 上方打Poke的 对 但皇子进去 皇子踩在了 这个地心引力装置里面 踩在了维克托的W上面 然后直接被控死了 赵云这把应该也是第三件 看到队伍有优势 想要直接上一个春哥 上一个守护天使 哇 这一波残局 主要是苏宁这个阵容打大龙真的太慢 就是这个阵型唯一的缺点就在于 打大龙真的慢 他们打大龙只要快个1000滴血 刚刚那一波已经打完走了 顶多被无击受益的 对 这也是从我们中期 就开始聊到的一个话题 记得一直在强调说 RW在拖 在拖也是仰仗于苏宁这边打大龙速度太慢 而RW这边呢 Poke能力其实还可以 只不过说 因为苏宁这里倾线能力也不是很弱 所以每一波兵线进来 都已经时间被清理掉了 就这种先手能力一般 但是拥有很强的视野的这种 双弓之装的阵型上面 其实最重要的是打男爵速度 因为你打男爵速度够快 你才有办法利用大龙做一个 这有点顶不住了 无忌的这个Poke能力 依泽瑞尔这段时间是无敌的 现在除非Hiker进去配兵女逼出技能 然后狼型在跟上去打一波大招 要不然这个1966现在很难杀 正面是平推掉了上路 那现在中路刚刚是已经带掉了 上一波之前就带掉的话 这样是两路的水晶高破了 苏宁这一局 其实打了整整25分钟以上的好局 但是最后在男爵处理上面毁一身 一步小小的抉择上的一个实力吧 失误 上校你现在出来什么话 上校真的是 上校很真实 对 很真实 是 而且一如既往的真实 上校这个指完真实好吧 这一场打完 现在给8成3 我反而觉得给低了 说实话 就右边现在这个阵容 赵英这时候贾克斯在 主要你要看无忌的装备 无忌那个武杀拿完以后 他这个装备 伊哲瑞尔懂的人都懂好吧 这段时期 他的伤害是爆表 就现在Maple的压力是贼大 就Maple没闪 他有可能在一个不好的位置 要直接被这个伊哲瑞尔偷出大招的 就是偷摸几下 然后他被逼打 大一放完 Maple没有用了 就这个冰女这个英雄就没用了 然后现在厄加特 原本发育得很不错 现在扛不住 扛不住现在这个 两个大水滴的装备 赵英的贾克斯 没有出血手 直接选择出春哥 这一波闪现 B闪现了 B闪现了 没有闪现了 闪现B闪 很难 RW能不能拿一个2-0呢 那只能说 前几名好像都在翻车 FunPlus没翻 Top也没翻 IG前几天是输了一把 输给了老干爹 下落的外塔想进行一波推进 还是那个问题 苏宁清线速度还是比较快的 只能靠伊哲瑞尔在特意进行消耗 W点塔或者WQ人 现在就说人保教主 我刚刚在看到那个 网上有人在说 张无忌 首刃判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还是就说 不是说老贼这个转会的梗 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我今天在来解说前 对吧 你们要知道四大护法里面 有一个是金毛狮王谢迅 你看就是对面这个苏宁 这个金毛狮王 就是这个叛徒好不好 因为没有 里面没有蛇 要不然蛇我也想算 那就把它当做这个轻易浮王好了 轻易蛇王 蛇跟蝙蝠本一家嘛 反正都差不多 蛇跟蝙蝠本一家是什么 反正这一场张无忌 一个大龙应该是已经锁 一个大龙团战应该是锁定了 明天的Top5了 现在这个伊哲瑞尔右边处理不了 而且无忌感觉 对最后一件要直接补虚空了 他也不想走就是最后一件大庄 出一个什么科技枪 或者是出个保命的 他就把伤害最大化 他一波大招刮那个奶妈要刮半条血 这奶妈是已经补了一个小的 补了一个大的鸟盾了 鸟盾了这个没有办法 什么要规避了对面的一个 ALEPoke 我只能说就拳头改来改去 辅助选手 辅助玩家是最受伤的 他改到现在辅助没有好的魔抗装了 就以前 现在虽然还有鸟盾 但鸟盾的魔法防御能力已经不如以前 不像以前了呀 现在比较平滑 而且现在这种血量不高的辅助出 他的那个盾其实量不够多 打大龙 大龙刷新的时间 打大龙这个阵容 打大龙速度就有了呀 贾克斯还在担待啊 要随时注意一下下面的这样一个情况 是的 正面Maple是补了一个女妖 看一下 贾克斯家已经捶着狼行捶了 已经捶起来了 这装备 主要那个节奏感已经有了 还是选择稳健了一手 看到苏宁英的人往这边 逼 这波没有要 这波没有必要赌 因为下路的躁云已经是捶着狼行走 中路打起来 看他大招应该是灌到虚度身上 皇子应该是主动开了 交掉自己的一个闪线跟大招 他自己应该是EQ闪去开 这要看一下下路的 赵云应该是要先选择撤退 冰女过去包 这波郑义荣要是先减速到冰女过来 背到 二反击风暴已经开完了 感觉这一波有点难走了 身上的春哥要卖了呀 是 这波大招 哇 缴了一个死亡闪吗 我刚刚是不是看到交闪线 被拉回去 超越死亡的恐惧 但是大龙这波RW 下去没有抢到 皇子最后保住了大恩爵 海克下去没有成功的拿到 那这波团战司马老子应该还能打 先用一个立场逼出了奇亚的一个位置 但是后续不敢追 前面没有视野 那最终是以 一个人头 换掉了 男爵 两个人头 加上化田的人头 那这波其实苏宁也还算 还算能接受吧 因为下路的水晶没掉 如果是下路水晶掉 但我感觉现在高地内没有防御塔的话 RW其实这把 胜算至少是八成五左右 好吧 因为正面的团战 右边也没有太大的优势 先看一下 刚刚我以为要给中路那一波 老贼这波偷伤害还是偷满 一个混乱风暴跟着三个人 但是这一手张无忌的伤害是真的 你看不懂 看不懂 老贼估计自己也有点难受了 走上去一个Q 半血了 是 无忌的六神座 最后补了一个虚空 也是友情提醒 依瑞瑞尔除了Q技能以外 她的其他三个技能都是魔法伤害 所以虚空的收益绝对比青鱼来得高 如果你不是出平A流的装备 你没有无忌跟暴击装 打远古巨龙了 这波皇子直接盖进去 一马当千 海克被盖在里面 还有远古巨龙在集火 他远古巨龙上500多点血 造型是爆炸的远古巨龙 王树你能不能反击呢 唐姆是先收回了皇子 正面推到 正面推到的是狼型的狼型 哇 这一关 三个人直接全部被刮掉了三层血量 你看到这个虚空法杖的感觉了吗 刚刚应该是九阳神功的第八重 现在第九重修炼神功了 大多竞争没有中 但前面 这个盲视野 但是有唐姆收了一下 这波就是有唐姆我可以为所欲为 这时候可以牵制一下人 三个人在中路 已经在推了 现在是应该想拿三路水晶 强行留人 强行留人 拿命留 齐下上去 开白盾填死了黑客 不但是拿命留人 还能留死人 这边推到 司马老子被秒了 奶妈不在旁边 狼型狠气冲过来 一个一技能没有背到 正面 没有他一个锐的拓展 这之后还是闪现给一个Q技能拿到 但是RW的下半部的人员已经赶到了 说阿德被打出了最后一丝血跟闪现 赵云是一个反击风暴 晕到以后虚逐过去 没有EQ二连 但是正面的小兵已经是进来了 这波无忌还在 想要一波W点卡半管塔的血量 下路的水晶先推掉 下路的炮车再送进来 正面只剩下狼型 看一下RW这波怎么选 无忌可以先回家 五波状态再过来 直接7B上来 会成功大轮一旧是好啊 武器又来到一个正面 满壮大的六神装 一则瑞尔落地 正面直接W点到上路的 正面的复活时间 找性还有9秒 原点来不及了 晕到奶妈被捶死了 剩下狼型 一个人阻止不了 对面拆基地 RW要拿下这场BO3了 我们恭喜RW 恭喜RW 2比0 拿下今天的比赛 我相信应该是 大家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 没有猜到的这一点 RW今天证明了自己 行不妥协 心不受限 是吧 我这个行跟心 我每次都会忘记 确实我们看到了这个新军 可能这五个队员 他们的名字 你们一定都听过 但是你们对于 这个选手的认识 可能不是很了解 不是很了解 但是今天这一战 你们要记住 LPO有这样新生的一个力量 他们今天确实是 出身之毒不畏武 打的第一把是一个阵容优势 从前期到后期 稳扎稳打拿下 第二把 他靠的是一个一股劲 在男爵那一波 我觉得是 男爵那一波之前 他们一直在坚持 一直在坚持 拖到了那个时间 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 是 主要我们也说了 就是苏宁这一局可惜的点在于 所以说他们很早 就是他们非常早 应该说 究极霹雳无敌早的 把上下路推掉了 是14分钟前拿满的方玉塔 他们拥有两个眼石 他们拿到了前三条的小龙 但他们就缺一个就是 打大龙的速度 所以他们中期一直没有找到 一个好的进攻节奏 然而我原本以为他们会在中期的时候 靠着一个好的视野 跟一个强大的正面作战能力去推进 但不得而知的是 为什么苏宁在那段时间 其实他们把下打磨掉 最终是靠着 厄加特一个人代表 但是他们没有把这个进攻节奏 一环扣着一环扣得比较紧 虽然他们成功地 单抓了一次编带的武器 但是那波男爵 就是还是那波男爵 苏宁还是 他们判断自己打大龙的速度 还是有一个失误 看一下这场比赛的一个 赛后数据对比 看一下曲线图 像在看韩剧一样 跌宕起伏 最后通过大龙buff的那一波争夺 张无忌拿下五杀 导致整个局面进行一个扭转 是 就选E The Rail的时候就说 这个英雄 就看技师 这个英雄就 其实操作者特别的重要 全场最高伤害 张无忌 虽然老贼这场也是打出了 很高很高的AOE 就这一局我反而觉得 就是今天两场 就说虽然那波我的老乡 也是以前泰国的角色 但这一两局 我觉得冰女的作用 并没有在像之前的Maple 打得那么的亮眼 就是Maple感觉有点没声音 尤其是第一局 我觉得不能全怪 但第二局 就是第一局的阵容 奥拉夫他很难打 但是第二局 他其实是个优势方 他是一个可以 可以滚雪球的一个点 他有做事 但是唯一的事情就是 来到上路去帮助上路增加 厄加特的一个对线优势 但是问题就在于下路的优势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在于 苏宁这里他们有双视野 然后包括视野的一个争夺上 做得非常非常好 这其实有一段时间 阿大律是非常难受的 他们就在那条 就只能在那条守着 他们的加就是那么大 可逢中范围就一点点 像蜗居一样 但是苏宁没有办法滚大他们的雪球 第一我们说了嘛 没办法快速的Rush大龙 第二我觉得 还是在推进的方面 有存在一些问题 这一个2比0对RW来说 是非常的不容易 但但于对于苏宁来说 就比较可惜 因为他们过去来说 他们只有2比 他们赢的比赛 只有对上VG的 应该是第一场 春节 春季赛的第一场比赛 他们是以2比1胜利的 剩下全部都是2比0 但今天的一个落败0比2 等于是把两分的小分给 丢了呀 是啊 这个对于前面的竞争 所以今天看完这场BO3 有一个队伍最开心 请问苏宁是谁 当然是在他们后面的认识队伍 TOP非常的开心 TOP心里想 怎么怎么回事 TOP今天明次赢了 就是TOP今天没打比赛 但他的明次是超过了苏宁 本来是小分 本来是小分 本来小分上的差距 落一分嘛 对啊 今天大分等于胜率也高了 因为苏宁现在多赛一场 那这一场对局 我觉得 因为能分析的前几点 我觉得我们分析还是比较到位的 当然我觉得 超上那时候给的是多少 七成对吧 七成 七成那层 我们那个时候说的 稍微高一点 有点多了 就高的那一点 我觉得就是那5% 我觉得就来自于打大龙的速率 因为他们打大龙速度 真的不够快 所以也变成了给一个 Eazer Rail最后收割的机会 其实我们说一个马后炮的话 除了当时苏宁有这么大的优势 除了他们去打大龙滚优势 我觉得还有什么样的一个办法 能将优势最大化呢 其实他们那波团打完 他们回家 出来经济应该是落在4000到5000 就他们可以继续这样玩 就说他们能打大龙 但是他们不能低估对方 Eazer Rail在那个时候的作战能力 大龙的牵扯不能做太多 就是他们那波打完 其实我们以马后炮来说 究极马后炮就是 他们打不了了 因为打完的结果你看到了 各位看官看到了 对吧 但是他们能做的事情就是继续玩 继续拿大龙逼 这是他们能做的事情 因为龙属性不在他们那边 因为如果给了两条土龙给他们 那他们可能就会 舒服非常非常的多 或者是他们那时候 应该冷静一下 喝一下我们的 战马能量第七剑 哎呀 刚刚想说这个 就是这场比赛打得这么激动 我相信当时候 当时无忌拿完这个 五杀之后也是相对来说 有点口渴了 大家喊大师 应该喊得都已经没有了能量 那这个时候需要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 酷炫神双第七剑 战马能量不掉线 欢迎大家前往京都商城 我们搜索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 蓋台2PL同款能量神装 用满满的能量carry前场 人人都可以成为张无忌的 益泽瑞尔 因为那一波打完益泽瑞尔 是直接原地起飞 回家带了一个爆裂魔杖 然后过不久 就把他的虚空法杖给掏出来了 就是九重天已经修裂成功 这个益泽瑞尔 挡不了 就他在那段时间之前团 会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打这个狼型要打一段时间 他打二加特要处理一段时间 但是那波团完以后 他点谁都是W挂上去打一套 那个人要掉三分之一条鞋 这种时候益泽瑞尔就是 将近在那段时期 是一个无敌的存在 只要他自己不吃失误吃到控制的话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粉丝贡献榜 第一名 司马老贼 这已经是我们的老朋友中的老朋友 老朋友啦 后面有一个英文版本的 也是司马老贼 粉丝量非常的多 老贼今天第二局我觉得 算是尽力局吧 应该至少是个甩锅局 就是输赢跟他的关系 不是那么的大 其实他们选择 维科多加奶爸 在双二路已经打出 他们该有的强势了 就是14分钟上下两路 都是这样满肚层的一个防御塔的 前级优势这么大 还是没有选择好处理的方式啦 我觉得就今天 其实对于苏宁来说 我认为苏宁的想法上面来说 不用说了吧 不用说了 肯定是 那我还说什么呢 45%的伤害占比 这能不给他吗 完美的KDA 张不记得手的这个姿势 就在运他的大招 在运他的九阳成功 确实是无忌 这把今天是把光明亭给守住了 重新复兴了名叫 其实当时那个龙坑 对 当时那个龙坑的位置 还有一点 红蓝色方的原因 他们打的位置 全部被包在了那个龙坑当中 那个位置蓝色方的依泽瑞尔 是有优势的 是有优势的